觉得好看吗?今年春晚有很多歌曲,你最喜欢哪一首呢?小编个人觉得,今年春晚歌曲还是不错的,接下来有一个很有权威的关于今年春晚人气歌曲排名,让我们一起看一下,大家觉得我和2035有个约会,这首歌曲怎么样呢? TF Boss三小指易杨千玺、王俊凯和王源上台演唱,今年他们不是第一次上台了,却是春晚的常客了。 你喜欢三小指唱的歌曲吗?快来点赞吧,不愧是第一,小编也觉得这是实力回归。 春晚歌舞类节目中,歌手周杰伦的舞台魔幻浪漫,不但其本人会献唱告白气球,更有魔术表演结合其中,利用魔术和歌曲结合,产生一种神秘的感觉,但是又充满着浪漫,第二宁实力在那。 王凯洋洋的《我的春晚》,《我的年》也是不错,洋洋一身帅气的装束,可以倾倒在场很多的女粉丝了,张亦兴,陈伟婷和黄博三位实力舞王现场大舞,为观众带来最好的舞台,共同呈现了一段复古迪斯科,现场气氛火热,燃爆全场。 青年演员李易峰受邀手登,2018年狗年春晚,以一首合唱曲站在新时代向全国人民拜年,并用积极的态度全新演绎出新时代好青年的精神风貌。 我们看到,成龙和吴京一起演唱的《中国却是排名倒数》,这两个娱乐圈的实力大碗看样子还是适合拍电影,不适合跟小鲜肉们一起比唱歌哈。 你最喜欢哪首歌曲呢?欢迎关注并不适合。